温度 湿度 力道 什么东西的 只要把这条件弄好了 就可以控制了 好 所以到底是 我们先看到才相信 还是先相信才看到 刚才讲的就是 你到底是先相信的量子力学 还是爱因斯坦的 那就看到了 还是说 我看他们两个结果出来以后 我才相信哪一个理论 好像是先相信了嘛 对不对 我们是先相信了某个套理论以后 我们再看到了 各位同学 您在过去十几年来 从小到大 跟你教育的 其实都是叫我们先相信 先相信的使用者付费 这个概念 您背的滚瓜烂熟 不知不觉的就相信了 但是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什么呢 好 所以这个我们的文化 文化没有真假的问题 什么时候是真 什么时候是假 是要你先相信了他 你就看到了 所以像说穴道 像说药的冷热 食物的冷热 是我们相信他真的 就是那个东西 我们就会看到 那可是问一下 克里斯 你有冷热的概念吗 完全没有 对不对 吃冰的荔枝是冷来热的 冰的 对啊 那当然是冰的嘛 对不对 是啊 所以这个必须我们先相信的 有那个东西 就按我们的体热 我们的食物是跟我们体热在一起的 我们先相信 我们就看到 我流利血 那一定是体热造成的 搞不好 对啊 是怎么发生的 不知道 从西方的异学角度来看 他们无法理解我们这种 所谓的冷热的概念 所以 好快结束了 建构真实 construct reality 真实这个概念 是文化跟社会的信念 让我们看到 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嘛 你就是 你像你是基督教徒 你就会看到上帝的存在 看到上帝的恩典 你是一贯道教徒 你就知道说 吃素对我们都非常好 然后呢 我们的整个一贯道 就是为了爱心 我们要师父去传道 假如 你是相信自己是华人 那你说 四海之内都是华人 我们都有共同的 祖先 我们共同什么东西的 这些都是要先文化 社会的信念 让我们看到某些事情 然后我们看别人的世界 一定受到自己本身文化 有社会的影响 你从小到大 这个教育过的过程 让你觉得就是那个样子 但是呢 也常常 我们自己看 另外的事情 比如像说 你们去看劳动阶级 吃槟榔抽烟的反应 一定是带着你 从小到大认为 抽烟跟槟榔是什么样的意象 要去看人家的 吃槟榔好不好 认为吃槟榔 不好的举手 认为吃槟榔好的举手 好的 有没有 没有人认为吃槟榔好 不要忘记 可是吃槟榔在越南 或说在我阿公那个年代 吃槟榔是一个社会地位的象征 没有不好的问题 为什么 只要去取亲 一定要带着槟榔去取亲 所以槟榔好不好 我想看我们社会建构 所以当你们现在觉得槟榔不好 是因为从小到大 你们就被受到教育 槟榔就是不好 带着自己本身的文化有生意境 不要以为自己 都是带着不偏 不带偏见的眼镜在看事情 像槟榔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要跳脱自己的文化观 我们要跳脱自己的 觉得很自然的东西 去看看 原来又有这个样子 原来又有这个样子 我们才有办法 看到世界的复杂多样 虽然很多基督徒 他们礼拜六说要去上街 反对多元增加一定要一夫一妻才叫家庭 他们有看到 其实找这个社会 找就很多不是一夫一妻的 很多同居的 而且不只是同居 比如像说那个 我的阿姨 她是不是断射幸福啊 幸福啊听得懂吗 幸福啊听得懂的意思吗 你听得懂吗 幸福啊就同养席 那为什么要做同养席 听起来从养席就很可怜 很怎么样 可是不要忘记 在我阿嬷那个年代 要把我阿姨养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阿嬷非常的穷 穷到她没有办法养这个小孩子 所以她就送给人家 至少要送给人家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是有机会存活下来的 好 所以呢 你必须把自己放在 另外一个时空去考量 那同养席 她就跟她的那个 跟她的那个什么 她的哥哥结婚 嫁过去 同养席过去就要跟她结婚 那这个哥哥也不要她 她也可以另外再去 或可以再去二房 然后呢 她的婆婆 后来她的这个 她的老公就不管这个婆婆了 小雷亚这个婆婆 当然就是我阿姨 这个是一个家 需要的 不是那个 我们认为这一夫一妻才是正常的 很多情况 是很多不同状况的 比如像我们说西藏 西藏是一妻多妇的 那不正常吗 也很正常的 不 好 所以这样跳脱自己的文化观 才能看到世界的复杂性 还有比如像说 好 OK 时间到了 差不多了 OK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就是 再回顾一下 文化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文化 让我们看见某些事情 但是也让我们没看到某些事情 只有这个样子 才有办法 去看到世界复杂的东西 OK 下课 下课 下课